今天的在我們念佛共修法會之後 一樣繼續要來講說《歐蜜陀經》 延續上一次的進度 我們講到在經文 各位請翻開到第三頁 講完序分 我們用了一年的時間 當然中間有一些其他的法會或者活動 總是是比較詳細的來介紹經文 我們接下來就看第三頁第四行 進入正中分 至於前面我剛剛提到 因為我看今天來共修的人很多 也許這支中有一些沒有聽到之前的講說 麻煩各位上多倫多佛光山的網站 在你點選中文的部分 然後進入到這個首頁 上面有一個欄位 幾個小方塊在那裡 你只要點人間學院 點進去之後 有佛學班講課的錄音 也有法會開示的錄影 那麼各位點這個法會開示 那麼就會有幾個法會 各位如果要聽講歐蜜陀經 你再點進去 就會從第一講開始 一直陸續到今天 那麼都會掛到網站上去 詳細的請各位自行去做功課 我們這邊就不再重述 講說什麼叫正中分 這個上次都講過了 正中分是經文的主要內容開始 那麼從第四行下面 經文說 耳時 就佛陀在林揪山 跟在場所有的大眾在講說 那麼講說都有一個當機眾 就是有一個聽眾的 好像主要的代表人 代表人是誰呢 就是這裡 那個時候啊 就在那個時候 佛告長老舍利佛 這麼多人 上幾千幾萬人 佛陀就點名說 舍利佛啊 就點這個智慧第一的 這個地址之中智慧最高的 是舍利佛尊者 舍利佛啊 從這裡啊 就這個地球 從事西方 從地球往西 過十萬億佛土 經過十萬億個佛 在說法的這些國土 這裡呢 我要再補充一下 這部《阿密陀經》啊 不像其他的經典 其他經典呢 總有這個發問的人 提出疑問 請佛解答開示 但這部《阿密陀經》 講說極樂世界 介紹極樂世界 沒有人知道要問 是佛陀叫無問至說 沒有人問 佛陀主動說的 一部經典 那麼在這個主動說 然後以智慧第一的 設立佛尊者為主要的當機眾 那麼可見呢 就是你要理解 往後佛陀要介紹的 這個西方極樂世界啊 真的要有智慧 才能夠理解的 那麼所以 以這個智慧第一的設立佛 這位弟子 為這個代表 好 經文說 從地球向西方 經過十萬億個佛土之後 有一個世界 名叫做極樂 這句話呀 就解答了 現在 這個天文科學 在發展中 一直在尋求說 外太空 其他星球 有沒有這個生命跡象出現的 就是有沒有這個生物 或者動物 或者有其他的外星人等等 其實佛陀講說這部經典 是在2500年前 2500年前 佛陀已經告訴我們 各位要知道這句話 誦經啊 一句話就過去了 但實際上 你真要能夠體會啊 深刻的理解 你就知道 佛陀的智慧真是不可思議 你沒有辦法去形容 這可是在2500年前 那個年代 人類的文明 知識的這種傳播 當然遠不能跟現代相比 現代 我們才知道 有這個整個銀河系 包含整個太空科學 其實一直在 一路都在 越發展 就要修正過去的 一些錯誤的說法 但是佛陀告訴我們的 這些確確實實的 這個在經書上記載下來的 卻越加證明 佛陀所說的這些真理啊 是正確的 確實不能夠推翻的 那麼在這2000多年中間 其他的思想 其他的宗教 他們都還在講 地球是平的 走到邊上 還會掉下去 還在講 地球是唯一有生命的 都在地球上 這些錯誤的說法 但是在我們學佛的 依據佛陀的智慧啊 在經典之中 明明都記載著 佛陀早在2500年前 已經告訴我們 他形容啊 這三千大千世界啊 如掌中安摩羅果 安摩羅果 有橢圓形的 就是 跟一般講方形的是不一樣的 那麼 而且 除了這個地球 這個娑婆世界 還有其他 無數的星球 無數的世界 甚至有一些世界 是有佛 在那裡洪化 度眾說法的 像這樣子 我們就要知道 我們現在學的佛學 是超越科學的 科學越發達 它就 只能 越加 就是 證明了 佛的教導 是正確 不容動搖的 好 那麼 講到這個世界 各位 今天人比較多 我不曉得東單看得到白板嗎 我們稍微調一下角度 這樣稍微測 但是也要注意西單也要看得到喔 好 稍微測一下 來 這樣喔 好我用說的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好一點 好 我們 中國也好 在這個漢語 用中國字的地方 像日本 他們也用 這個 有一些漢字 韓國很可惜 他們把漢字 給 這個放棄了 漢字真的是很 很有智慧的 那麼在 就以中國來講 中國文化之中 不可以 把 佛教的文化 就是佛教的 不管文字 經典 所使用的 成語 或者詞彙 你沒有辦法把它抽離 你一旦抽離 你講的中文 完全 沒有辦法表達 而且會欠缺很多 比如說 我們常常講的 世界世界 這個世界的詞 來自佛教的 許多的這些常用語 其實都是佛經裡頭 在佛教裡頭在使用 那麼可見 這個佛教文化融入中國文化 那個相容的程度是很深的 世界 一般我們都講 比如講 現在全世界 大家關注的是什麼話題 哪一件事情等等 全世界 全世界 全世界我們就知道是 whole world 整個世界 這樣 但是詳細來說 世界是什麼意思呢 是 是指時間 世代 包含著過去 現在 未來 這個三世的 這個時間關係 它是 時間是重的 好像一個XY軸 這個重軸 是時間 從過去 一直延續到現在 也將延續到未來 這是 是 界 是指空間 界線 界線 它包含 包含這個 四方 四方是哪四方 東 南 西 北 然後再加四圍 四圍呢 是東南西北的 這個斜的 這個方向 比如東北 然後東南 西南 西北 然後再加上 這樣就八個方位囉 再加上上方跟下方 一共加起來就叫十方 這個十方 是包含整個的空間 像這樣子 所以一句話講 世界 我們常常說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世界 這兩個字 包含整個時間 整個空間的結合 十跟處合一的時候 就叫做世界 所以這個世界要存在 它不可以少 時間 跟空間 是並存的 好 所以這個是世界 我在這裡 介紹一下 在倒數第四行的經文說 從這個地球往西方去 通過 有十萬億個佛圖 那裡有一個世界 就有一個時空 某一個時空 在那裡呢 有一個世界 就叫做極樂 極樂世界 後面的經文要介紹極樂世界 說 其土有佛 在極樂世界 那個佛圖 國土 有一位佛 他的名號叫 歐彌陀 我們佛教徒 見面 經常 各位要記得 跟佛教界的人 是見面的禮儀 特別是對宗教師 就是佛教的出家人 見面的 這個表達問候禮貌 是用握手的嗎 Hug嗎 貼臉嗎 都不是 不做身體的接觸 這個不做身體的接觸 我真的是要拜託大家 各位很好意 有的時候啊 見到 法師們 哎呀 好開心啊 有的人要拉手 有的人要拍照呢 貼在一起 各位要知道 跟出家人是沒有身體的接觸的 所以是合掌 合掌做禮就可以了 合掌是全世界最美的動作 我這樣子看啊 各個國度 那個合掌的動作 做的 這一看到就覺得 哎呀好美喔 是泰國 泰國 他合掌微笑 這個身體稍稍往前傾 這樣 那個動作很柔美 所以最美的動作是 合掌 最美的表情 是 微笑 所以我們既然學佛啦 各位把這個正確的禮儀 把它學起來 那麼以後呢 如果再有 跟像 比如各位回到道場來 我們道場好幾位法師 有的時候我們到外面去弘法 也可以見得到 見到的時候就記得 合掌問候什麼呢 有兩種方式 一種呢 我們佛 這個是受中國佛教發展的關係 大家都是念佛人居多 所以 常常都 用阿彌陀佛來問候 為什麼阿彌陀佛的聖號 會變成是我們 這個見面 問候的一個代名詞呢 因為阿彌陀是 無量光 無量受的意思 他翻譯 這個阿彌陀佛是梵文的音譯 但意思呢 是無量的光明 無量的壽命 這個是阿彌陀佛他成就 在淨土之中 他的光受無量 所謂無量啊 綿延不盡 壽命無限 超越時間的限制 光明無限的 是超越空間的限制 所以問候的時候 當你講 阿師父阿彌陀佛 你這一份問候 或者祝福的 這問好的心意啊 這份心意啊 超越時間 超越空間 是無限 不受限制的 所以這一句問候 是不是很美好啊 大家練習著這樣講 但是有一件事情呢 造成在佛光山 我們除了問候 用阿彌陀佛問候之外 再加上一個吉祥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畢竟阿彌陀佛的問候 是中國佛教徒 都慣用的 那對於在西方國家 或者說有其他的 這個 比如說 藏傳佛教 南傳佛教 等等 當我們講阿彌陀佛的時候 他們其實不太明白 那另外呢 最主要的就是 在前幾年啊 這個台灣 南部呢 就很嚴重的 巴巴風災 造成這個土石流啊 大雨 這個水災等等 那麼特別在這個 台灣的南部 那麼有一個地區 叫小林村 它整個 因為它在這個 原住民住的地方 比較山區 整個山區 因為土石流整個沖刷 就淹埋了 整個滅村 那麼僅餘的一些原住民的人呢 幾千人 那他們要安頓呢 那個時候呢 在南部 最大的收容中心 就是要讓災民能夠居住 包含三餐飯 要能夠供應等等 這樣子的安置所 就災民的安置所 最大的就是佛光山 當時呢 將近兩千位的災民呢 就住在佛光山的福慧家園 那麼這兩千多位 可都是基督教徒啊 原住民 是在基督教的傳教師 了不起 他們在世界各地傳教 那在台灣 包含 特別是山區的原住民 那麼就是他們特別關照 所以多數來講 在原住民的部分 信仰基督教的比較多 那麼對於基督教的災民 他們來到佛教的佛光山 我們又都很習慣 見到他們 因為不曉得怎麼稱呼他們 都是 歐彌陀佛你好 歐彌陀佛請往這邊來 歐彌陀佛請這邊坐 老是說歐彌陀佛 會不會為難他們呢 有一點 他們不知道怎麼回答我們 因為他們只稱念基督 相信上帝 突然之間我們老跟他念佛 他們總有點為難了 後來大師知道這件事情 就告訴我們 慈悲一點 替人家想一想吧 尊重人家的宗教信仰 不要再利用慈善 然後想要改變人家的信仰 尊重人家的信仰 所以以後大家見面 就先說吉祥 你好 問候你好 祝福他吉祥就好 所以現在慢慢的 佛光人見面 吉祥吉祥就是這樣來 這個是大師的慈悲 他對不同宗教的尊重與包容 這也是我們要學習的 所以現在在佛光山 我們大家見面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們會說 歐彌陀佛 大家好 有的時候會講吉祥 大家好 兩種都通用 這個是從經文裡頭附帶做說明 好 那麼經文倒數第三行 說在那個西方極樂佛土 有歐彌陀佛經現在說法 現在還在那裡說法 那麼佛陀在告訴瑟利佛說 彼土何故名為吉樂呢 那個國土它的名稱為什麼叫做吉樂世界呢 其國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 故名吉樂 好 這是第一個回答 各位看 瑟利佛還有 瑟利佛是當吉眾 還有其他這麼多人 其實光是聽到 從事向西方有世界明約極樂 這過十萬億佛陀有世界明約極樂 已經很驚訝了 其實也不知道要問什麼問題 完全佛陀自問自說 是自問自答 佛陀在問瑟利佛 你知道嗎 那個世界為什麼叫極樂世界啊 就自問然後自答 回答說 那裡就那個國土 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 那個國土的眾生 沒有各種苦 只是都是受用著各種快樂 所以叫做極樂 這個所謂眾生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最右邊 所謂眾生 眾生普遍包含我們 這個眾因緣合合而生的生命體 那麼眾生 以娑婆界的眾生 談生快樂的條件 不曉得心真正感受 快樂是一種感受嗎 所以這個感受要去呼應的是心 心的這個世界 常常被忽略掉了 佛陀教導我們 特別在這個心法上 真的有許多的智慧的開導 那麼我還是一句話 大家要多聽法 我這樣學佛三十年 律師同樣的佛法我反覆看 因為我要對不同的對象講說 我總要知道這個對象 他學習的程度到哪裡 理解的程度到哪裡 不斷思維 每一次思維呢 自己內心的感受 都不一樣的 所以也不要擔心 說 供修都只有送公密陀經 那麼多啦 要不要擔心 要不要擔心 你送這麼久吧 你真的具體 對整個極樂世界 整個淨土 真的具體的 確切的 在你的生命之中 你完全可以掌握 要離開這一生 這一生原本結束了 往下一站去 你有把握一定去到極樂世界嗎 送這麼多部 歐彌陀經 都未必能如此 所以真的 大家對於聽法 不要覺得 我有聽就好 我曾經聽過 這個講的人 感受不同 講說就不同 聽的人自然也是一樣的 那麼說回來 我們說這個正報 是界地水火風 地水火風叫四大 由這四大組合成基本的 身體的形成 地大是堅硬的部分 譬如說全身的骨骼 我們人要能夠站起來 骨骼是其中一個因素 那麼牙齒等等 這些硬的部分 叫地 地大要是出問題 譬如說骨折 譬如說牙疼等等 那人就傷病了 我們再講四大不條 有的時候我們見面 問最近好嗎 有的人會講 有點年紀了 你也四大不條 你這樣一聽就知道他講 這個身體 因為四大組成身體 所以就是身體略有為央 那麼地是堅硬的部分 水 水是流動的部分 像這個血液 液體的部分 汗水 淚水 你不要小看汗水 這個是近來 有時候聽到 這個血液病變的問題 一有血液的病變問題可就大了 免疫系統等等 都出狀況 地水火 火是溫度 這是暖熱性的 一個人要失去體溫 生命就結束了 就這麼簡單 溫度 所以過冷過熱 這個寒跟熱之間 就是要能夠調和 風 風是風傳氣息 呼吸 包含呼吸系統 所以在佛教裡頭 這麼簡單講這四個字 地水火風 就把一個人 他的身體狀態 完全這個因素都包含 所以所謂的 我們娑婆界眾生 這個身體得要有四大 這個四元調和 四大調和 這個身體能夠健在 但是只有身體 代表一個人健康嗎 不是 心 心要集合受想行事 這個釋法 所以我們是有 你那外境 接觸外境是有感受的 這個我們看到外境 這構思怎麼講 怎麼去形容 為什麼這個叫桌子 為什麼它叫地板 為什麼叫人 這名稱是怎麼樣構想出來的 受想行 去意志力 我想要吃 我想要做 等等 我想要去做什麼 那個意志力 受想行事 事 這個心意識的事 是最複雜的 在佛教裡頭 佛教心理學 比較普遍的 用八事 去講解 今天當然沒有這個時間 不過佛學班 我很鼓勵大家 持續性跟著 佛學班 開的課程 應該在明年度 排到的 會有 百法明門論 那麼在第三年 再講 維世學等等 八事規矩頌 這些全部都是佛教心理學 非常的豐富 還是一句話叫不可思議 各位不來學 真的是叫入寶山 空守回 你怎麼會進到佛光山 卻不來聽法 就好像你進到一座寶山 裡面好多的珍寶 你卻只是看看 然後就走人 兩手空空出來 這不是很遺憾嗎 好 那麼我們人 這個人的身體 的正報 必須外 內外 合合 就是外 有這個 身相 是 地水火風 然後心 是受想行事 把它結合起來 成為我們的這個生命體 身心要健全 然後呢 這個講的是正報 是這個人 但我們一報 我們在生死流轉之中 會出現在哪些地方 那個環境 那個空間 就是所謂的一報 我們經歷眾多生死 六道輪迴不息 去到不同的地方 在六道裡頭 上上下下 更何況 這六道不是只有 娑婆 不是只有地球才有 他方世界 一樣有六道終身 這句話肯定這樣講 我希望那些天文科學家 太空科學家 這個參考一下 如果他們來研讀佛經 對他們研究太空科學 應該有很大的幫助 各位有這類的朋友 麻煩轉答一下 好 那麼 所以這個一報跟正報 結合起來 成為我們叫做 娑婆界的眾生 必須有這些因緣條件 成為眾生 但是在極樂世界的眾生 是怎麼樣呢 你要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不可少 叫做善根福德因緣 這在經文裡頭 後面有講到的 所以有一些人有善根 有福德 但是他忽略了 其實廣結善緣 行菩薩道 這些修三浮行等等 都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重要因緣 現在佛學班 初級佛學班正在講觀無量壽經 觀無量壽經 那幾個重要的主要內容 第一個就是淨土正因 就是凡事有因才有果 你那個修淨土的因 正因是什麼呢 叫三浮行 今天我就略略這樣說 各位想學的人 你去看觀無量壽經 或者你來聽講 那麼在道場星期六 下午是國語的 晚上是粵語的 在瓦特魯在馬卡 都有 請各位去看我們的行事例 這部經典講到修淨土的正因 講到要怎麼樣 可以很具象的 觀想到整個極樂世界 那麼就是講到十六觀 那麼當然也講到 這個所謂九品往生 什麼樣的人怎麼樣的往生 都在觀無量壽經裡頭 講說得非常清楚 那麼所以在極樂世界的眾生 他們是具足善根福德還有因緣 然後得生禮國 那在那裡的眾生他們是怎麼樣呢 蓮花清淨為生 然後臨名吉兆為心 在極樂世界的眾生 身心一樣具足 蓮花化身 這部分我其實在上一次講 《無量壽經》時候講過 蓮花化身有胎生有化身 情況不太一樣 各位可以回頭去聽佛學班的講座錄音 這個是在講到經文裡頭 倒數第三行 倒數第二行 說那個世界為什麼叫極樂世界 因為在那裡的眾生 就是極樂世界的眾生 這個有別我們說婆世界的眾生 我知道各位可能想把它抄下來 待會兒這白板呢 先不擦掉 靠到西丹邊上 牆壁上 那各位用過餐後慢慢再抄寫 說那裡的眾生 他們是無有眾苦但受諸樂 那在娑婆的眾生 是有什麼苦嗎 有一些人在苦中 他沒有辦法具體說出來 佛陀告訴我們娑婆界的眾生 苦有很多種 這個三苦 四苦 五苦 八苦 百苦 無兩諸苦 各種的解說都有 讓我們明白 娑婆界真不是最好的地方 所以今天來參加隋唐超見的菩薩們 捨不得難過這是必然 但是要知道重點是 你往生的親友 他是去到極樂世界 在那裡無有眾苦但受諸樂 而我們在這裡的人 才真是要傷心 我們面臨的這些苦 他們到那裡真的但受諸樂 而且恆常聽法 那種修行進步神術 所以比起我們來好太多了 我們難過是捨不得他們離開 至於用什麼方式 那就是一個因緣 所以那個因緣是一時的 就離開的方式是一時的 重點是他去到哪裡 他去到極樂世界去 這個才是重點 我們要為他們能夠去到極樂世界 要高興替他們恭喜 他們去到那裡修行 都是我們的學長 那我們倒是留在這裡的人 趕快培植自己的善跟福德因緣 這樣子日後極樂世界好相逢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把這個苦保留到下一周再來講好嗎 因為我下午要到多倫多Downtown 有一場佛學講座 那個地點是一個圖書館 叫做 哎呀 這裡沒有寫 叫什麼 Linner H. Smith Library 好像叫這樣子 在那個College Street 跟Spadana 的那個交接 有一所圖書館 我們多倫多的佛光會 在那裡辦一場佛學講座 我去跟大家講 叫做《與幸福有約》 各位如果有朋友在那裡 或者你下午要回多倫多Downtown去的話 歡迎前往聽講 那同這個時間 就今天下午 那麼在道場呢 新奇講座 是佛門常識 由廟墓法師 在我們二樓海會堂主講 那另外呢 同樣今天 今天 這幾天真的 我們參與社區的活動很多 那以今天來講 有一個活動 在也是Downtown 在Queens Park 有一個活動叫 The World on the Street The World on the Street 是一個開放性的書展 就是大家把這個 各個單位把這書 出版書的都帶過去 那麼大家在那裡看到很多的 這種圖書展覽 那麼我們到場呢 佛光書局 還有我們的在美洲的佛光出版社 所以也前往參展 歡迎大家如果下午 有回到Downtown去的話 記得也到這個書展去賺一賺 在書展裡頭 我聽說每年都將近十萬人 會去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文化交流 那麼另外 下個星期六 下個星期六是9月28號 那麼因為我們加拿大 是非常重視多元文化的國家 那麼鼓勵每一個省份啊 城市啊 都要舉行這個 就是Doors Open 那麼譬如講一些公共的 圖書館啊 Gallery 這種美術館啊 或者有一些 像上百年的那種建築物 到9月28號下個星期六 都要Open to Public 對公眾開放 那麼在整個Missi Saga 唯一佛教被指定為Doors Open的 這個單位 就是我們多人多佛光山 那麼我看到在我們 西丹這個節元品的那個台上 有一本手冊 就是這個Doors Open 它有幾十個景點 要從早上十點開放到下午四點 那我們英文分會 英文佛學班 也特別 為了下星期六 這個Doors Open 有這麼多的社區朋友要來 所以他們進行了很詳細的培訓跟規劃 要做一些引導 那麼在殿堂的參觀 滴水坊 品茶 禪堂 禪坐 圖書館 介紹 保障館 觀賞 到我們的這個會議室 有簡報 像這些種種 所以如果下星期六 你要借機會 一起來做這個 好像Temple Tour 認識也很好 非常歡迎 那另外呢 同樣是下星期六 9月28 還有星期天 9月29 這兩天 我們跟這個腎臟基金會合作呢 除了幫他們辦獎座 做一些推廣活動 籌募一些基金之外 另外呢 他們有一種籌款方式 就是籌募舊的衣物 經過整理 等於二手衣物再賣出去 他們就用這樣再籌募一些 這個研究腎臟病的這種基金 那麼所以下個星期六 日如果您家中有 我現在要講 不是你不要的那些 或者破衣服髒衣服 不是喔 是要八成心 你要想說 你這衣服啊 或者你的包包啊 這個捐出來 是人家經過整理 你也要把它清洗乾淨 把它包裝整齊 然後帶過來捐贈 人家是可以買回去再用的 這真是非常環保 非常惜福 剛剛講不可少福德因緣啊 修福結緣都要的 所以你有一些衣服 你說我看起來蠻好的 不過現在譬如講 小孩子長大了 穿不著 自己發福了 穿不著 比如這樣子 或者你現在 你知道就學佛了 也不用那麼多 有一些就給需要的人吧 特別是幫這個聖障基金會 他們做些研究啊 提供一點資助啊 非常有意義 所以是下個星期六 如果各位可以的話 把那些人家還可以買回去穿的 大概八成新 這些衣服啊 像男眾皮帶領帶 女眾皮包 有一些 像我們叫卡棒 那個行李箱 就是用得著的 這些衣物 圍巾啊 手套 這些 你可以把它整理乾淨 用個乾淨的袋子裝起來 帶過來 我們捐贈給這個 腎臟基金會 那下星期六收集 星期天 下星期天 我們早上一樣共修 那下午呢 就有一個捐贈儀式 有個儀式啊 這個是要呼籲社區大眾 真的要做好事 是大家要一起來的 有個呼籲 有個帶動 簡單跟大家做這些說明 那麼希望大家真的學佛的路上 剛才講 不是說只有到極的世界 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緣 就是我們人啊 走在人生路上一樣 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緣 在佛光山學習 有很多這方面的機會 我真的覺得佛法 正是世間上最珍貴的禮物 最珍貴的寶貝 如果自己不懂得去學習把握 就真的是太可惜 希望大家都懂得去珍惜它 我們準備用摘 各位請先站起來 謝謝